日本在中国修了一座神社,想要羞辱中国,如今被中国反过来羞辱。 说到日本的神社,相信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日本的参拜战犯上一座神社,因为这座神社里面主要供奉了一些臭名招着的日本罪人,所以咱们中国人对其是愤恨不已然。 而在咱们中国也有一座日本人修建的神社,为何咱们中国汇宝留一座日本人修建的神社呢? 让我们一起聊一聊这座神社,叫做锦州日本神社。 是日本人在1934年与中国锦州设立的一座神社,它供奉的便是日本的天照大。 神当时日本为了羞辱中国人,特意在锦州建立了这座神社。 每逢有日本军队胜利的消息传出之后,就有很多日本军官在此举行庆祝活动。 1945年日本战败之后,我国对于这座专门羞辱中国人的日本神社,自然感到非常的愤恨。 于是有很多人便站出来,说要将其给拆掉然而这个时候,国家却不同意将其拆掉原来国家是准备将这座神社改造成英雄纪念碑。 既是为了让后辈永远记住被日本人欺负的仇恨也,是为了对那些英雄儿女的缅怀。 就这样,这座锦州日本神社被改造成了辽审站,一纪念馆更令人振奋的是在这座纪念馆的上方,修建了一个中国军人的雕像。